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为您的健康保家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得了糖尿病,就不能吃花生了吗? 医生提醒,不仅是花生,以下这几种食物才是糖尿病的导火索 尤其是高血糖人群,千万不要吃 王大妈听说楼下的老吴有糖尿病,吃了一把花生,被送到医院抢救了 回到家后,他看见老伴在吃花生,当即就把花生抢了下来,不再让他吃 为此两人还争吵了半天,谁也不服谁 常吃花生?生血糖吗? 有不少人认为花生是糖尿病的导火索 花生在生活中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好吃又便宜 同时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然而近年来,关于花生的负面新闻是越来越多 有人说,吃花生会导致糖尿病发生,这是真的吗? 美国新脏协会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花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 进入人体后,可以帮助身体控制血糖、血脂以及血压,可以起到防治新脑血管疾病的效果 研究显示,每日摄入4-5颗左右花生的人,相对于不吃花生的人 罹患心脑血管疾病、中风的风险分别下降了13%和21% 那么,既然花生对身体益处这么多,为何会有传言说,花生生血糖呢? 对于健康人群而言,适量食用花生不会给健康带来威胁,还会带来一定好处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不建议大量食用花生 从生糖指数来看,花生生糖指数为14,是低生糖指数15 食用后,不会让血糖短时间内大量升高 但花生是高热量食物,100克花生热量可高达574大卡 相当于2万米饭的热量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显然不是好的食物选择 所以建议糖尿病患者每日摄入花生量在10克以内 避免大量食用,导致血糖突然升高 不仅如此,糖友们还要注意以下这两点 糖尿病人群不要吃得太油 在日常饮食中,油脂的摄入往往被忽视 而它却是损害胰岛素功能的隐形杀手 过多的油脂,尤其是炒菜时油量过大 偏凡食用油炸食物或者是高脂类食物 都会让身体不堪重负 这些多余的脂肪在体内被分解为油力脂肪酸 这些不速之客会游走到胰岛β细胞 对其造成直接损伤,影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 糖尿病人群不要吃得太稀 这样也会加重胰岛负担 除了油脂,稀饭等流制食物 也是糖友们需要警惕的甜蜜陷阱 大米或面粉在烹饪过程中 淀粉发生糊化,使得稀饭变得极易消化吸收 进入体内,血糖会迅速攀升 仿佛喝稀饭如喝糖水 这样快速的血糖上升,随后又迅速下降 导致血糖波动大 频繁刺激胰岛细胞会加速其损伤 所以,糖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食用稀饭 代之以杂粮饭、牛奶、豆浆以及蔬菜汤更为健康 这些食物不仅能够提供丰富营养 还能帮助稳定血糖,减轻胰岛负灾 第三,糖尿病人群也要避免高盐食物 高盐食物也是糖尿病人群需要避免的 如咸鱼、咸肉、咸菜 高盐食物会导致血压升高 增加洗脑血管疾病风险 同时,高盐食物还会影响移到β细胞功能 不利于血糖控制 第四,酒精类饮料 酒精类饮料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一个禁忌 酒精会干扰肝脏对糖的代谢 导致血糖波动 长期饮酒还可能损伤移到β细胞 加重病情 第五,精细加工食品 精细加工食品如白米饭、白面包、精致面粉 也是糖尿病人群应该尽量减少食用的 这类食物血糖升高指数很高 容易导致血糖迅速上升 面对胰岛功能的损伤 糖友们并非束手无策 以下四个方法 对于保护胰岛功能最有效 或许能为你的健康之路 提供指引 第一,尽快降糖 唤醒胰岛β细胞 刚确诊糖尿病时是治疗的黄金时期 此时若能尽快将血糖维持到正常水平 通过胰岛素强化或药物强化治疗 可以有效地唤醒沉睡或功能减弱的胰岛β细胞 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 继续分泌胰岛素 二,保持血糖长期稳定 长期的高血糖状态是胰岛素β细胞的慢性毒药 因此糖友们需要定期监测血糖 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一旦发现血糖控制不达标 超过一周 应及时就医 调整治疗方案 三,减轻体重 减轻胰岛负担 肥胖是糖尿病的加速器 减轻体重 尤其是减少腹部脂肪 可以显著降低胰岛素抵抗 减轻胰岛β细胞负担 通过合理饮食与适量运动 实现健康减重 是保护胰岛功能的重要手段 四,餐后一小时运动 运动是糖尿病管理的良药 餐后一小时进行适量运动 如快走、慢跑或游泳 可以有效地消除多余的糖分 降低血糖水平 为胰岛素减负 同时运动还能提升身体胰岛素敏感性 让胰岛β细胞工作更高效 糖尿病患者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 能够降低58%的全因死亡风险 戒烟戒酒 这些有害物质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会增加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病变的风险 也会导致血糖波动过大 容易加速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若想将血糖控制在稳定范围 戒烟戒酒是特别必要的 并且根据中国膳食指南指出 糖尿病日常饮食 主食要定量粗细搭配 全穀物杂豆类占三分之一 同时注意多吃新鲜蔬果 适当食用鱼肉禽肉 不要食用加工肉类 少吃红肉 营养搭配也要均衡 尽量保持食物多样化 不要久坐 长时间久坐会导致身体代谢缓慢 血流量下降 容易导致仓后血糖 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在一定程度上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